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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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起攻击无疑加剧已经外溢的中东区域紧张 以哈战争以来 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伊朗支持的组织袭击超过150次 至少70人受伤 大多数是脑外伤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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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已有部分议员高呼光回击这些民兵还不够呼吁对伊朗发动攻击 专家忧心 这恐导致全球冲突 而冲突的源头加撒战争根据当地卫生部 已有超过两万六千巴勒斯坦人丧生 现在以色列更指控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 ENRA12名职员涉及10月7号哈马斯突击以色列行动 让西方国家宣布暂停资助 最新法国和日本也加入美德英等国 至少九国且短金元 原本就极度仰赖外援的加撒人 处境雪上加霜 联合国机构则否认指控 并说一对相关职员迅速采取行动 暂停金元的九国在2022年 提供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超过一半以上预算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 加撒200万巴勒斯坦人 相当87%人口都仰赖联合国机构生活 呼吁这些国家重新考虑 并承诺参与哈马斯攻击的人员将受到惩罚 不过遭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人至家属不这么认为 以色列抗议人士首度在以国和加撒走廊间的过境关卡 拦阻物资车队进入加撒 要求先释放人质才能给援助物资 体声问综合法导 好 接下来看航空界的一个重大消息 波音73机MAX9型客机 这个月初发生起飞后不久 舱门掉落事件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随即颁布禁飞令 调查后发现舱门的螺栓有松动的问题 FAA上周宣布 只要航空公司在完成相关的检查 跟维护程序之后就可以复飞 FAA同时要求波音公司必须要彻底改善 螺栓的品质问题 否则不会再批准737MAX9扩大生产线 阿拉斯加航空26号下午 一架737MAX9的客机就恢复了商运 强调每一架这个型号的客机 都已经经过长达12小时的检查才放行 希望借此晚会乘客的信心 旅客在柜台前进行登机作业 26号下午从西雅图飞往圣地雅阁 编号1146的阿拉斯加航空班机 吸引大批媒体现场紧盯 因为这是波音737MAX9型飞机 在月初发生舱门掉落后 首次恢复商业运营 阿拉斯加航空表示 旗下共65架波音737MAX9型飞机 都经过长达12小时的检查 才恢复起降作业 再三挂保证 就是不想让旅客搭乘时 有安全疑虑 搬机起飞前乘客们有说有笑 机舱气氛一片轻松 正式起飞也没遇到问题 顺利完成这趟旅行 抵达目的地 这个月初阿拉斯加航空编号1282的737MAX9型飞机 起飞后不久就发生舱门掉落事件 造成左侧机体出现一个大洞的惊悚画面 搬机紧急折返降落 索性没有人受到重伤 阿拉斯加航空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 宣布停飞旗下所有737MAX9型飞机 隔天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禁飞令 该机型全部不准升空 等待进一步调查 阿拉斯加航空在事件发生后 由执行长亲自出马 带领旗下团队 针对737MAX9型飞机进行全面检查 波音执行长卡尔霍恩上周前往美国国会 举行闭门会议 针对螺栓松动问题给出一个交代 让航空公司和旅客相信波音的产品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在审查 波音的整个生产流程 目前推断737MAX9型飞机在设计上没有问题 但螺栓零件的制造上可能存在瑕疵 阿拉斯加和美国联合航空表示 这款螺栓零件也出现在其他机型上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事后批准一套检查标准 全美共计171架现役的737MAX9型飞机 都必须通过螺栓配件和门塞检验 才能恢复使用 直到24号才批准复飞 但FAA明确表示 在这次的品质问题完全解决之后 才会同意波音公司扩大737MAX产量 或批准额外生产线的要求 波音高层承诺将解决问题 本周暂停华盛顿伦顿组装厂的工作 召开品质和安全工作会议 对许多民众来说 现阶段波音最受外界瞩目 也是飞航最安全的时候 波音737MAX巴克机 在2018、2019年发生两起重大事故 造成346人死亡 中国是第一个停飞MAX系列机型的国家 不过27号上午 中国南方航空订购的 波音737MAX巴克机 交货抵达广州 历史五年的进口停摆 正式解冻 波音估计到2042年 中国新机需求量 张占全球新机需求的20% 只要成功抢食这块大饼 就能让大量累积订单 得以陆续消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巴黎街头的抗疫 还有蒙娜丽莎 这个全球知名的画像 差一点就遭到破坏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 法国农民必须要遵守 比欧盟更严的农药限制 同时他们长期忍受 零销商的压架 还有其他国家产品 进口法国的剧烈竞争 而法国农民已经好几周 都集结堵路抗议 要求政府停止 欧盟农产品的自贸协定 他们一直得不到想要的答复 于是集结了拖拉机 开往巴黎 号称包围首都 巴黎罗浮宫的镇馆之宝名画 蒙娜丽莎 这一次被请喝南瓜汤 他们声援全法农民抗疫的人士 试图提醒大众 说是有比艺术更脆弱 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农民的生活 继2022年被环保人士 砸蛋糕后 巴黎罗浮宫的镇馆美人 蒙娜丽莎 1月28日喝到了南瓜汤 两位抗疫人士来自法国 一个环保团体食物的反击 年纪相差39岁 凸显跨世代力挺 永续农业 以及法国农民抗疫 管外等着进场的民众 多半对这样的抗疫 不满于不解 距离巴黎罗浮宫 一小时半的车程 百公里外是另一种法国 没有精致艺术 只有辛苦工作和脏污环境 对61岁的老农波米来说 蒙娜丽莎的价值 可不如他辛苦饲养的 200头奶牛 是养活一家人的重要资产 半辈子每天工作10小时 几乎全年无休 波米要说服 32岁的儿子接班 都有点不忍心 越忙越穷还常被都市人看不起 难道城市人不喝牛奶 不吃牛肉吗 波米决定去巴黎一趟 延烧全法的农民抗疫几周来不见缓和 不少郊区的市政厅前都遭抗疫农民 对放农业废弃物 让民众体会一下农民工作环境多难忍受 乌尔战争升高欧洲通膨 与欧盟内部农产品竞争态势 法国农民要忍耐国内 比欧盟更严的有机农业 现用农药法规 忍耐零售商压价收购 但市面上却充斥着 其他欧盟国家进口的便宜农产品 卖向好价格低 法国是欧盟重要农业生产国 对永续农业诸多法规限制 却苦了农民 上人不久的法国史上最年轻总理阿塔尔 为了平息农民怒火 出访农庄并做出承诺 简化农业行政流程 取消农用车辆柴油税 打击食品与零售商压价 以及在欧盟领导人会议上反对 欧盟与南方市场自由贸易协定 但农民们对阿塔尔的回答并不满意 农用拖垃圾大队 沿着法国国道 浩浩荡荡开往巴黎围攻首都 愤怒的农民拒绝被小灰摸头 独路的农民们掀翻了 载运红胶的货柜车 放火烧车 用呛辣言误向政府呛瞎 法国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认为 这些措施不够具体 无助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抗议要继续 法国右派反对党如同捡刀枪 把握机会痛批马克宏政府 法国农民轻生率比其他行业高31% 2010年以来 法国农场数量减少20% 剩下的农场经营者 平均年龄超过55岁 只有20%的农民年龄在40岁以下 以届退休年龄的农民后继无人 法国农业大国地位将不保 直接威胁粮食安全 民调显示超过九成 法国民众支持保护本国农产品 超过55% 法国民众十分力挺农民抗议 被迫接家业的年轻一代 觉得看不到前途 法国农业面临高龄化危机 不过法国从14世纪起 就有多次农民起义历史 这次如何处理巴黎围城农民抗议 关系着法国总统马克宏 最后三年执政期间的历史评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focus转回亚洲 是日本的强震灾区 石川县的元旦7.6强震 现在第28天断水断电 土石崩塌这些复合型的灾害 我们一直focus 它的重建进度很不理想 其中内滩丁有严重的土壤液化 很多建筑物没有办法再住 所以灾民现在无家可归 而强震重创的农登半岛 很多产业的从业者 已经被迫考虑 现在就要决定放弃原有的职业 1月1号元旦强震 即将借满一个月 石川的能登半岛区 还是惨破不堪 城镇过去的样貌不在 南登人正式无语问苍天 去年5月南登半岛海域规模6.5地震 株洲市遭受最大震度6 不过才8个月又发生7.6强震 受灾程度之严重 重建二字听来毫无期待 原始的沙丘地形导致内滩艇土壤液化情形惨重 行政单位派任专家学者勘察 一花土层失去存在力 造成房屋倾斜 结构断裂破碎等等 即便修缮也不适合再居住 石川县至目前房屋损坏超过43700栋 整体尚未统计完成 避难人数仍有一万四千多人 其中以往外地的二次避难者不到四千 避难中心的生活条件与环境还是有待加强 绝大部分避难所没有土足严禁的规定 民众穿着鞋子才进才出 带来大量尘土 人们席地而睡 卫生堪虑 这座避难所于是发放室内拖鞋 再来个大扫除 让避难生活干净舒适 另外官方掌握到 约有近一百人选择车上生活 当中不乏因宠物关系而远离人群 各避难所陆续规划毛孩专区 让主人与小毛们也能一起遮风夺雨 曾经历重大雨灾的岡山县仓夫市 灾后研发出厕所拖车 具有冲水洗手功能 这次特别开进逐州市 解决不方便的方便问题 而好消息是 逐州市长表示 第一批组合屋 最快下个月五号完工 可先解燃眉之急 但是能登要解决的可不止有剧著 皆さん今心が折れてて 汎用するっていう話しか出てこないんで 今後の言葉は様子を見ながら 毎日見に来てるけど 見るたんびに 泣きたくなりますね もう鉢代わり方も諦めてる みんな家もやられてるんでね もう辞めるかっていう話はしてますわ とにかく 全部持っていかれてるからね 自信で牛船がもう修復不可能なぐらい 傾いちゃってます 育ててきた牛を手放つま やらせないというか その怒りをぶつける先がないといいますか 接年的强震 震垮了生活也摧毀了生計 才从去年地震中 站稳脚步的能登人 被彻底击倒 几乎斗志全失 石川省政府也持续对外喊話 希望各界給予最大的支援 帮助石川早日振作 DI時代当然是已经降临了 因此在学校课程里面 AI的应用 究竟是不断的产生冲突争议 或者是两核产生更大的益处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高中 增设了一个正念课程 说要替学生解决数位成癮 而美国加州一个小学 今年开始恢复草写字母的课程 希望强化读写理解的能力 认为手写的草写 有助于帮助脑部的理解 而英国现在办了一年一次的科技教育展 会发现从写程式 学外文已经跟AI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全世界有三万多名教育人士 都到英国这次的展览里面 会啪又会跳并不是这只机器狗的强项 而是教小学生 怎么用基本的AI生成程式 来操控机器狗的动作 在这场2024英国教育科技展上 开口闭口不离AI的不只有它 英国这间新创 透过将微型电脑放入机器车里 或者装在吉他上 在玩乐中教小朋友学习电脑 电路装置和写程式 另外这款创意激荡 能让玩家在3D世界里跟方块互动 微软旗下的开放世界游戏 Minecraft最新版本也加入生成式AI 供玩家自由建造AI驱动的发明 并探索AI的潜力 另一间科技龙头谷歌的舞台上 则是英国慈善基金会树莓派的负责人在发言 另外这个 由匈牙利新创开发的教材 是透过说故事来教英文 应用程式里的AI演算法 则能让学生和老师双方都能追踪英语学习历程 已经进入大会AI教育奖的决赛 而在美国加州则要从今年起 把一种老派的课程内容带回小学课堂上 老师在北本上示范 仪器呵成写下字母W 小学生在课桌上跟着练习书写体 也称作草写 这项法案是由曾当过小学老师 现任加州众议员奎尔克希瓦提出 并在去年10月签署为法律 对象是加州约260万名 6到12岁小学1到6年级的学童 而一般认为由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来学习最为适当 教育各界五不较好 有专家认为这能刺激学生的认知发展 提升他们的阅读理解力 教育人士则认为这种书写方式能够跟过去连接 例如翻出家族古早的信件 又或者重要文史资料都不怕看不懂 而在澳洲昆士兰这间高中也有新课程 过去一年每个星期 这群17岁正值彷徨年纪的青少年 都会透过练习正念来化解以下这些阵头 课堂上用到的技巧包括冥想 舒展筋骨等的微运动以及深呼吸 全球教育人士由内而外 心就并进 给下一代何时宜的教育 TBS圈总统报道 接下来关注中国拉动经济的火车头 当然也是房地产 而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已经大到不能倒呢 中国地产龙头的恒大集团 它现在负兆超过了2.5兆人民币 香港在周一发出了清盘令 正式开启了资产清算的过程 一轮叫做敲响恒大的丧钟 香港法院破产清算裁定 是暂时没办法在中国同步生效 是限定在恒大的境外资产 而恒大的主要资产都在中国大陆 恒大集团也因此公开说 他们还会继续盖房子保交楼 因为它有600万的苦主 如果恒大一旦在清算 以及资产管理之后 到了中国大陆 涉及了倒闭破产 它600万的烂尾楼苦主 将会血本无归 也会制造庞大的社会问题 负债超过2.5兆元人民币的 中国房地产企业恒大 周一被香港法院发出清盘令 企业丧钟正式敲响 港股中国恒大 恒大汽车 恒大物业盘中停牌 停牌前 中国恒大跌20.87% 恒大汽车跌18.21% 恒大物业跌2.5% 恒大的债主们早在2022年6月 就已经向香港法院提出清算申请 试图尽快出售恒大资产来偿债止损 法院为了让恒大有机会 说服债主们接受债务重组 同时避免恒大清算倒闭 对市场造成太大冲击 七度延迟对恒大清算的听证会 前后拖了一年半 如今终于正式颁布清盘令 接下来将由法院监管清盘程序 甚至可能任命清盘人 早在2021年恒大 就因为旗下金融商品到期还不出钱 企业摇摇欲坠 但由于恒大在中国各地施工中的 房地产建案超过1300个 一旦破产清算 势必令建案沦为烂尾楼 上百万个家庭将因此受到影响 因此当局让这个基欠 巨额债务的房地产公司 以犹如僵尸的方式继续生存 如今就算香港法院下达了清盘令 恒大仍坚持要继续推进 集团业务正常经营 恒大之所以能高举保交楼大旗 强调会继续盖房 最主要就是因为香港法院 所发出的清盘令 只涉及恒大海外资产 但集团主要资产都集中在大陆境内 而当前中港两地所涉及 破产清盘的判决无法同时生效 因此恒大暂时能保住在大陆的资产 尽管如此之中 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商清盘案 人将为恒大带来剧烈震荡 甚至还可能引发滚雪求效应 危及其他同样面临债务风险的房地产企业 例如碧桂园 而这样的担忧可能会损害投资者的信心 进而对资本与经济市场形成负面影响 为了避免这样的负面效应快速扩大 北京当局赶忙增加对房地产商的金融支持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说 将会筛选确定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单 向金融机构推送 喊了两个多月的房地产融资白名单将在本周公布 借使一些陷入债务与流动性危机的房地产商 例如万科与龙湖地产等将有望列入名单来缓解压力 除了提供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部分地方政府更进一步推出刺激房市措施 广州市上周五就宣布松绑房地产限购 包括对120平米也就是36.3平以上的大坪数住宅不再限购 至于已经拥有一百二十平米以下房屋的屋主 只要把房屋出租或者挂牌求售就可以继续买房 如果你家里有两套房 理论上你是不可以再买的 但是其中有一套比方说出租了或者说挂牌了 那就都不算家庭套数 那所以这个就等于12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 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松绑了限购 不再限购的话 那我相信释放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大的 广州这种几乎等于全面松绑限购的做法 创下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首例 除了放宽买房限制来刺激房市 北京当局还对股市寄出新措施 从周一起全面暂停限售股出借 限售股它一般是指这种机构持有者 或者大股东他们持有这些股票 过去不少企业的大股东会以 融券出借的方式绕过限售股的限制 达到减持甚至出托股票的目的 北京当局这回以新规定全力管制卖压 试图维持A股稳定避免暴跌 这也是北京当局在三个月内 第二次收紧融券业务 然而当局加强资本市场的管制 是会让市场更稳定 抑或是沦为一滩死水 钱的流向最能说明一切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Focus留在日本 日本一个涉及多起企业爆炸案的 重大通缉犯叫同岛葱 隐姓埋名逃亡49年 很多人说到过日本的人 就算不记得他的名字 对这个照片已经成为一种日本印象 因为他被通缉了这么久 他这次挨磨就医 主动共称他就是当年的通缉药犯 当警方着手调查 他就已经病逝 日本重大通缉药犯 逃亡49年的同岛葱 五天前在神奈川医院就医 没想到他主动投案 四天后突然在医院病逝 董导聪在1980年代是极左暴力集团成员 曾涉及多起大型企业的爆炸案 包含三菱重工 三井物业及东京银座的 韩国产业经济研究院爆炸案 总共12起 他在1975年遭到警方通缉 展开禁犯事迹的大逃亡 この人物は数十年前から 内田博士という名前で 神奈川県藤沢市内の土木関係の会社で 住み込みで働い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この人物は会社の人には 内田君と呼ばれ 身長160センチくらいで 眼鏡をかけ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逃亡期間他隐姓埋名 日本警方通缉了他49年也追不到 直到最近他因为胃癌末期婚倒 被送医治療 他想以自己的名字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所以在医院主动坦承 自己就是通缉要犯同岛葱 警方才刚开始调查 採集他的DNA 没想到他就病逝 当年爆炸案的真相 恐怕也将石成大海 点新闻最后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全球旅游市场恢复常态 豪华游轮强势回归 有世界之最的皇家加勒比海游轮公司 推出了全球最大游轮 处女行已经开展 这个游轮可以搭载1万人 有20层的甲板 他从迈阿密出发 将在加勒比海跳岛旅行 一周之后才返回 花了20多亿美金 有最大的海上游泳池 有最大的海上乐园 号称搭上这个全球最大的游轮 不管任何年龄层的需求 都能被满足 不妨上游轮看看 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旗下 号称全球最大游轮的海洋标志号 27号从迈阿密出发 搭载近1万人展开加勒比海 八天七夜的首航之旅 这艘游轮赤兹20亿美元打造 全长365公尺 重25万多顿 配有20层甲板7座游泳池 6座滑水道和40多间餐厅和酒吧 其中还包括海上最大水上乐园 最大溜冰场 以及第一个悬臂式无边际游泳池 号称能满足所有旅客的需求 首航船票就全数售庆 日前甚至请到目前效力于迈阿密国际的阿根廷 球王梅西率队参加了船的命名仪式 而当船只从芬兰造船厂 横渡大西洋 在抵达迈阿密前 在波多黎各港短暂停留时 也吸引了大批民众和他合影 根据皇家加勒比游轮发言人表示 海洋标志号的能源效率 比当今设计船舶的要求高出24% 还是旗下第一艘以异化天然气 为动力的轮船 不过环保人士担忧 反而会因此增加甲烷排放 引发更多环境问题 同样在狂欢气氛下 登场的还有一年一度的 佛州坦帕海盗节 随着海盗船缓缓驶入港湾 岸上也挤满大批围观的民众 相传这里曾在18世纪末时 遭到海盗船入侵 最后慢慢演变成一场庆祝活动 我们每年去选择逃 José Gaspard II 船上进入海盗 所有洋标志们都出现 出海盗 把城市抵抗 市场抵抗 爬在贡多拉船上的巨大老鼠 被上炸开大量气球升空 两帮的船只也喷出橘黄彩带 27号 威尼斯嘉年华也盛大登场 并合上滑着百骚小船 每一个人都精心打扮 造型争取斗艳 这就是一座船 一座船 四个人 我们说这不是真正的题目 但可能有两个人 两个人带着一个四个女孩 所以她是我们女士 我们要来玩 是一座船船 不知水上笼罩在一片欢乐之中 广场和各个大件小巷 不论是本地人 还是特地前来的游客 也都穿上华丽又精致的服饰 举程庆祝 为期两个多星期的嘉年华 今年主题已存在13世纪 沿着思路最终抵达中国的威尼斯商人 马可·波罗维提 以纪念伟大的探险家 逝世七百周年 威尼斯每年面具嘉年华 吸引春秋拱向善致 一连串的化妆舞会和音乐会 打拼观光材 TVA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看春节旅游好了 多少观众朋友春节 打算去泰国过这个长长的年假 要有心理准备 那么这一次春节呢 中国大陆的陆客观光到泰国的 目前以这个机票购买的人数看起来呢 中国方面推算是多了13倍 它光是搜寻富泰旅游的搜索量 就已经暴增了七倍了 那么中国大陆的春运呢 在开始了上礼拜五六日到今天 上海车站的日军旅客 已经突破了40万人次 而春运呢 中国大陆估计有八成的人选择自驾 浙江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增设了移动式的充电机器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中国大陆的春节春运相关的最新消息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上周五起访问泰国 赶在农历年前 让促进两国观光旅游的永久免签协议 给正式定下来 两国将正式迈入免签时代 相信将迎来两国人民交流的新高潮 中国富泰游客必将大幅度增长 这个农历五三干 这个农历是我们长久以来的 友谊信念和信心的结晶和象征 泰国去年九月就率先为陆克实施 五个月免签 眼看即将到期 五缝接轨 永久免签从三月一号起生效 协议已签订中国大陆旅游平台 泰国搜索热度增长七倍 从数据来看 2024年的春节 整个中国的富泰旅游的旅游订单 同比是增长了13倍左右 那么从这个出行的数据来看 体现一个年轻化和亲子化 中国大陆旅游市场 预估会掀起一波富泰热潮 陆克搜寻最多的泰国旅游地 包括曼谷 普吉岛 青麦和苏梅岛 以前的话需要落地前各种 要手势特别多 现在的话直接就可以 感觉很好 然后我们以后到这里来 就跟我们在国内一个城市一样 可以随便过来玩 每年都会来 大家可以实现我们的愿望 在新冠疫情尚未爆发时 2019年有1100万陆克到访泰国 2023年却只有大约350万 差距之大 泰国期望永久免签行陆克 反之毅然 中国大陆也希望能找回流失的国际观光客 两国存在这时候 为观光带来利好消息 上周五大陆也正式拉开春运大幕 在北京西站有浓浓的过节氛围 车站安排达人辉豪写春联 送给返乡旅客 往年每次抢票特别难 然后今年感觉班次 班次比较多 准备的还很充分的 整整40天的春运 还没到运输最高峰阶段 上海这几天车站 平均客流已经突破40万人次 除了车站应对大客流就回春运 大陆官方预估跨区域流动 上看90亿人次 八成人会选择自驾出行 越来越多人驾驶电动车 大陆因此推出充电地图 让驾驶方便找寻 离自己最近的充电站 另外浙江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则是侦慑移动充电机器人 现在服务区的任何一个车位上 只要通过扫码 就会到充电车边上 从之前的人找充电桩 变成了现在由充电桩去找人 做好充足准备过节 但有一群单身男女 春节最害怕的就是亲友催婚 大陆一个出租网站上 打出租借男女朋友服务 照片长相 个人基本资料都秀出来 任君挑选 我觉得这个现象挺正常的吧 因为现在很多家里 很多都开始催这东西 干嘛要这么催孩子逼孩子 没必要 真的完全没必要 有专家提醒 这种租借男女朋友服务 容易引发争议 应该受到官方监管 为了过好一个农历新年 要张罗的事情还真不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见 这种租借男女朋友普通 快速公 pumpk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